在造勢场合大声说出 将解放伊朗 美国总统拜登又失言了吗 先前更称俄罗斯总统普丁是个屠夫 拜登失言似乎没有极限 而将于8号登场的美国期中选举 进入最后关键倒数 拜登请跑各地造势活动 正是要为亮起红灯的选情 做出最后一搏 像大众信心喊话 拜登乐观坚称民主党会赢得其中选举 但CNN民调显示有高达75%的选民 认为美国经济陷入衰退 各界不看好拜登政府能带领美国突破重围 40年来最严重通膨席卷全美 其中以食品涨幅最为惊人 经济问题成了美国选民眼中的第一要务 然而民主党却在经济体丧失选民信任 因此美国媒体目前普遍看好共和党选情 甚至预估共和党会让参众两院都扁天 自曝自己非常有可能再占白宫大位 人气不败的美国前总统川普赢得满谈特彩 是否回国参选2024一直是个热门话题 如今有美国媒体透露 川普可能在其中选举落幕后 到感恩节期间就会宣布参选 美选迎来最后一个超级周末 拜登政府以抗中民主牌和堕胎议题 作为实力主轴 共和党人士则是以选民在乎的通膨和枪支犯罪议题 碾压民主党 背离社会需求 拜登政府其中考恐怕真的会如预测惨遭选民死当 记者蔡星辰报导 海皇XO干贝酱 这款干贝酱里面真材实料 比方说它有严选的大干贝 那么另外在这个里面 你还可以吃得到这一颗一颗的鲍鱼 非常非常的新鲜而且肥美 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798的代码来上网代购